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修戒成 愉开正志 必应持戒 持戒则少于知足 修复必深信因果 能生信心 信为入道之门也 这在总结里面 把这个大义都为我们说出来了 这个地方 我们读的时候印象更为深刻 福 独尽 单单 尽别 持戒修复的人 对于世尊在金刚般若会上所讲的 他能够相信 这个道理与事实 前面都说得很清楚 很透彻 在这个时代 真正能够受法 心底善良 我们一般人讲 天性 在佛法里面讲的善根 真的 佛说过了 这个人的善根非常深厚 过去僧众已经在无量诸佛如来出 众诸善根 无量诸佛如来出 这才知道 这样深厚的善根 在这个乱世当中 这样强烈地诱惑 他不被诱惑 他还是老实 还是善良 善根太深厚了 对于佛的这个法门 他一听就欢喜 就相信 这个听到欢喜下去 也是过去僧众的善根 过去僧众听过 读过 为什么还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呢 我们诸位都是深厚的善根 为什么今天还搞到这个样子呢 一句话 没有法愿求生净土 想靠自己的本事来修 怎么修都出不了轮回 这个麻烦就处在这里啊 一定要求我啊 我们过去僧众曾经清净无量诸佛如来 这样的善根 如果要是回心求净土 早就做佛做菩萨了 哪里落到这种地步啊 这是我们要觉悟的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四十的真相啊 对于尽忠法门能够生信心是不容易的 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 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 阿西亚王子 那一批一个小团体啊 五十五十多个人啊 佛说过 他们这个小团体那些同修们 过去身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那个数量很大了 四百亿佛啊 听到佛讲无量寿经 生欢喜喜 心里头啊 起了一个念头 希望我将来成佛 也像阿弥陀佛一样 但是怎么样呢 还没有发心呢 求往生 还不愿意往生 你就想到 过去身中供养四百亿佛 求往生这个念头都增不起来 然后你才知道 今天听到净土法门生欢喜心 就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你的善根必定超过二十万字 也就是说 你过去身中啊 清净供养祝佛如来 不止四百亿 你这个念头才生得起来 所以你们一些同修 想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 别人不相信 哎呀你就是愁眉苦脸 你不晓得这个道理啊 你劝他不相信 佛来劝他 他也不相信啊 为什么不相信呢 他善根不够啊 所以一个法院往生的人 那是什么人啊 马上就要做佛的人了 你仔细看看他像不像佛做佛的样子 那个佛报多大 在《无量寿经》跟《金刚经》上都是这么说啊 过去身中曾经清净供养 我无量诸佛 不是四百亿啊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事实 想想自己听到这个法门 真的深欢喜心 自己很庆幸 我过去的善根福德 至少啊 不敢讲无量无边嘛 至少也超过四百亿啊 不超过四百亿 你怎么会动这个念头呢 你怎么会起个念头啊 要求生极乐世界 选择这个 这是有道理的 佛不是随便选择的 薄弱是正智慧 正 简别里面 没有邪智慧 无邪 纯正 无邪 慧聪定身 持戒修福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实人 老实人呢 心比一般人要定 那这个一定的道理 为什么呢 欲望少啊 没有喜求啊 生活能过得去 他就很快乐了 再多给他一点呢 他不要了 他嫌麻烦了 那个就自在啊 所以说定有戒神 戒就是守法 守规矩 一个人守法守规矩 这个心里头就要定 就是 欲开正智 我们要想开 不若智慧 要从持戒下守 佛的戒律 要遵守 最低限度 五戒是善 一定要遵守 三福六戒 三福六戒一定要遵守 三福六戒一定要遵守 这个都是根本大戒 所以注意不要以为 我根本大戒提起来 就下的是五戒 不知道三福六戒是根本大戒 一定要知道 你看 世尊在观经上 跟我们讲的三福 幕后的结论 说得很清楚 这个三条 是三世祝福 敬业真因 这两句话 不就是明白宣示出 是三世一切祝福的根本戒 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 这就是一切祝福 敬业的真因 佛所以成福 这是他的真因 你说多么重要 一切祝福 修行成佛的方法不一样 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无量法门 都建立在这个共同的基础上 这个基础就是敬业三福 我们要想 往生不退成佛 离开三福不行 要知道那根本戒 六合 你要说六合不是根本戒 我们寿三规的时候 一定要念 规一身重重尊 这一句也就是为我们宣示出 六合境是根本戒 神团 能在一切团体当中成为最尊贵的 就是六合境 这个重啊 佛法里面讲重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团体 深的团体 是世间所有的一切团体里面最尊贵的 最值得尊敬的 什么原因 他守六合境 守这六条街 所以我们今天讲持戒 受罚 这个四条啊 都是说于根本戒 一定要做 五戒是善 三福六合 这个四种根本戒 你要不能受持 定会都不可能有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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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